2024年8月4日,大脚新人理事会,在你们回到混乱的外部世界之前,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译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透过对你们的观察以及与你们的互动,我们已经累积了如此多的数据,我们希望你们知道,我们与他人共同为你们创造的能量是专门为你们量身定制的,可以为你们带来你们所需要的东西进入下一个意识层次。 你们都在灵性进化中向前迈进,无论在日常生活中看起来如何,并且每隔一段时间,你们就会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进入另一个水平,这将使你们能够接触到不同的东西和不同的经验。 你们也总是寻求更多的了解真实和完整的自我,正如你们许多人所知,你们透过进入内再来做到这一点,但进入内在最终必然导致你们也走出去并与引用取消引用的现实世界互动。 你们必须能够将在冥想状态中找到的内心平静带到你们所生活的世界。 如果你们陷入混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显得混乱。 如果你们在与其他人互动或去其他地方时没有保持较高的振动,那么你们似乎对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过于敏感。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们继续内在的旅程时,你们也会累积更多的数据。 当你们与心情不好,或者是度过了糟糕的一天或糟糕的一生的人互动时,你们正在发现如何进入你们想要的存在状态,震动。 然后这就成为你们的工作,你们的工作就是成为你们想成为的你们,无论你们外面发生什么,无论你们在任何特定时刻与谁互动。 如果你们让别人决定房间的气氛或情况,那么你们就失去了内心的指南针。 你们允许别人夺走你们内心的平静,然后你们必须回到绘图版,可以这么说,你们必须清除你们需要清除的东西,你们必须放弃你们需要放弃的东西。 在你们准处好再次尝试与外界互动之前,有时你们确实必须回到商店进行一些维修,这很好,考虑到你们的扬声所处的位置,这是正常和自然的。 你们正在接受越来越多的挑战,这样你们的成长才能成指数级增长,这样你们才能看到你们想看到的结果,并在你们内心感受到它们,你们的内心感受是你们个人表现的真正情依表。 一般来说,你们不会在外界看到立竿见影的结果,通常你们需要一些时间和一些练习才能开始看到你们在冥想的那些安静时刻所做的事情的外在反应,当你们获得你们真正的快乐、平静和爱时,给它一些时间,也给其他人一些时间来跟上并向你们反映这种振动。 同时,不要害怕去外面的世界,去发现哪些地方还需要做一些工作,哪些地方还需要放手去做。 当你们除去所有的阻力、所有的恐惧和所有的评判时,剩下的就是你们真正的无条件的爱,而这一直是你们这一生的目标和目的。 你们只是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并且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将这种认识付诸实践。 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4年8月4日,音乐音准备好进入新时间线,传导Natalia Elba,一辙,扬声传导。 亲爱的医门,白色耶路音,我们宇宙的守护者,等待着那些准备好进入新时间线的人。 对于那些准备好把一切抛在脑后并进入新时间线的人来说,这个时刻已经到来。 自2012年初以来,我们一直在创造和支持这一时刻,爱、光、平安是可以感受到的。 在即将到来的转变之前的寂静,以及空气中的频率,我们正在跨越面纱。 是时候了,我们将会采取许多策略来避免感受到这种转变。 进入你们的心,辨别真假,没有比你们随身携带的指南真更好的了。 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与我们的守护者白色耶路音建立了联系。 因为当我们准备好实现我们现在正在采取的巨大飞跃时,他们一直在那里。 我们度过了许多灵魂的黑夜,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也不知道隧道尽头是否有光。 你们中的许多人线在仍在疗愈自己的情绪体,疗愈多年来未表达的感受和压抑。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帮助我们成为现在的自己,帮助我们记住,宽恕和富有同情心。 因为这两个属性对于我们的进化和进入更和谐的时间现至关重要。 当前的炽热能量将帮助我们重新获得力量和个人力量来打开我们的心灵,继续重新连结我们的灵魂,并继续进入我们新的光之频率。 我们即将迎来一个非常强大的月份,从狮子座新月,处女座金星,水星逆行开始。 对于那些与慢动作阶段产生共鸣的人来说,以及所有这些能量在三次888通道上达到顶峰的人。 这一切都为我们精心安排,让我们继续抛开旧的自我、旧的现实,并将我们的意识引导到新的现实中。 是时候离开小我的欲望,融入我们上帝的意志。 在这个对许多人来说都充满混乱的时刻,致力于帮助所有人的最初目的。 狮子座代表意志的力量,它存在于我们更高的心灵。 我们的胸腺中,也是我们最终离开立体自我,进入灵魂维度的地方。 为了到达你们许多人线在正在穿过的门户,一切都是值得的。 一扇没有回头路的宇宙之窗,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对自己的个人处境感到完全不知所措。 因为你们进化的越多,其他人与你们的共鸣就越少,感觉一切都不再能与你们共存。 正如指导灵在他们的信息中重申的那样,你们所有人都很高兴。 因为你们终于跨越了幻象的面纱,认识到自己是神圣至高无上的使者,并且透过你们阴影的拥抱,你们已经进入了你们之所事的光中。 现在你们头脑中的所有混乱,你们身体中感受到的所有能量不平衡,都是你们自己内部需要发生的有机转变,以便你们跨越这个新的时间线。 因为放手并不容易就得自己和生活,需要做出很多调整。 你们可能会感到迷失,好像你们不属于这里,或者好像你们不再知道自己之所事。 你们知道你们之所事,从你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穿着人类身体的灵魂的那一刻起。 你们就一直知道你们之所事,你们在灵魂深处知道,是时候抛开一切,踏入你们的灵魂之路了。 因为地球上的许多地方,以及许多正在觉醒并经历你们之前所做的一切的人们,现在都需要你们的帮助。 此时你们的存在,智慧和爱至关重要,否则你们将不再在这里。 你们拥有实现下一步所需的所有爱、智慧和力量。 相信,这是我们自三月以来一直感受到的微观和个人周期的结束和开始,现在很快就以我们进入灵魂领域结束。 这是我们所属的地方,也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尽管有很多尝试分散注意力,我们的注意力、精力和意识都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 请注意此时你们将精力放在哪里,因为有许多机制被创造来控制你们的意识。 你们是自由的,你们可以控制你们的能量、身体,而不是任何其他人。 意识你们知所事,并根据上帝赋予你们的力量行事。 因为此时需要你们来支持正在进行的大规模行星转变,这种转变线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对你们所有人来说,留在你们的内心中心,留在你们的力量,你们的爱和你们每时每刻收到的智慧中,知倾听真实的,充满爱的,并尊重所有的。 创造法则,提炼出所有虚假的东西,并尝试走向你们的正直和宝贵的能量。 亲爱的医们,感谢你们有勇气做你们自己,并完成你们所指派的使命来帮助所有人,在无限的爱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